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路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小钱编大钱 上周有看小钱编大钱的朋友们应该都有 做多赚钱吧 因为那时候我们应该就教大家一路要做setput的动作 那但是今天要讲 指数的位置之前呢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这一步要讲的5K战法的一些线形 这个线形就是所谓的均线支撑跟均线压力 什么是均线支撑均线支撑我们看一下下方 下方当你看到当指数一路下跌的时候 一路下跌的时候发现他有很多K棒集中在那边 我们取比较多的最低点平均值 那个点我们就称为支撑点 但如果是均线压力的均线压力的话 就是很多上涨的时候 很多K棒都一直过不去一个点的位置 的时候或者是说盘中有一路 突破但是最后收盘都过不去那个点的时候 我们就称为均线压力 均线压力这个点呢 他那个集中起来我们就叫做 那个压力点 压力点通常可能会变成是一个短空的一个好 好东西 或者是在短多好东西 但有一天突然出现 一路上涨一路下跌 就是 反转讯号 但是也有可能是一口气被突破 那一口气被突破的话那我们通常就要停损 就会变成我们说的均线突破 好我们来看一下说那个 我来看一下说那无跳空缺口 无跳空缺口我们来给你们看 这边已经有稍微可以看得到一些东西 就是说 你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图呢 他其实已经告诉我们说 他因为那个 前面第3根的那个 长黑的 其实是 结算后的第1天 结算后第1天 通常也本来就有一个 指数跟那个线后就有点落差 然后一路下跌 但是你再看下面这张图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已经连续好几个 K棒 都集中在一个点 就是我们说的 均线压力 均线压力这个位置在哪里 答案是在 10920的位置 所以呢 如果明恩结算的话 我认为 明恩结算 如果结算 指数拉到 10920的附近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做 by put by put 多少 买卖 买卖权买哪里 10950跟10900的位置 然后我们来拼拼看10850 为什么要拼10850 大家看一下 这边看得到 说10850这边 他在那个 庄稼在这边集中的那个加加码 然后呢 但是10 950的位置的时候 他们也是大幅加码 所以 指数可能在周上 其实算是如果在 950跟850之间 那 目前来看 指数 因为10920那边有一个压力 所以很简单 先操作的SOP很简单 就是 先找出 支撑跟压力 再看 技术面的支撑跟压力 是哪一个 那如果像这一次没有看到 所谓的 支撑 所以我们就以压力为主 然后呢 但是这一波行情在这个礼拜来看的话 指数会怎么走 指数一般来讲是 一路从10920一路撒撒撒撒撒 但是会撒到哪里 我们来看这一个图 这个图是月线 这个月线呢 当然不会说真的像 因为月线每天都在上升 但是他会把那个K线跟 那个 K棒跟月线 这个位置两个位置做交汇点 这交汇点就是我刚才我现在画了红色那条线 那条线的位置 是落在10790的位置附近 那个地方刚好就是 指数的支撑跟压力 指数的支撑跟压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纠结点 因为那边要是守得住的话 就会一路再往上攻 然后先突破 所谓的那个10962的缺口 再去挑战11100点的位置 10091的位置 然后我们节目就到这边 下周的时候 带大家继续来看 小钱变大钱 谢谢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